我自己覺得身為過來這邊發展的台胞 其實老實說我們一直有一種 好像希望這邊有給予我們會台政策 我有點是我是客人過來你要來服務我們 但是我覺得在這邊待了一段時間 我覺得過來發展的台灣人 其實還是要有一個想法一個觀念 是其實我們就是這裡的主人 所以那這些的會台政策 或者是同等待遇政策只是這個中間的過渡 那我們跟在地的大陸人民是一樣的 同等這個的意思並不是說我們要優於別人 而是我們是主人不是客人 我們大家是同等的 我覺得這個的想法應該要完整的建立在 想要過來這邊發展的台灣人民們 那我們其實有大部分在討論最主要的一個目標 其實最主要還是大家都希望兩岸的關係還是和平發展 穩定發展下去的 這都是普通老百姓們的我們統一的一個一致性的目標 所以大家其實很努力的就是在會場上面這個研討會上面去研討 就是怎麼樣更有這個更和平的方式 更吸引人的方式 來讓大家和平共處在一起 然後完成我們就是中華民族的未來更好的一個發展